你知道怎么切洋葱才不会辣眼睛吗 今天教你一个新的吃法 切的时候不辣眼睛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好吃下饭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宽敬式大厨 把洋葱这样转的圈的给他切上一圈 切的时候注意底部不要切断 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往洋葱上面撒上适量的食盐 然后用手给他搓均匀 搓到表面的食盐几乎全部融化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他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大虾处理一下 从这个地方一剪 虾枪就剪掉了 用你的右手轻轻挤压 然后这样一拽 虾线就去掉了 处理虾线就是这么的简单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大虾处理好 清洗干净后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往里面放入葱花 小米辣和蒜末 再放入辣椒面和白芝麻 然后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糖 再加入生抽和香醋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料汁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放旁边备用 锅底放入葱段和姜片 好吃的关键是往大虾里面加入这个盐居王风味调味料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然后放入锅中 接着再加入半碗啤酒 盖上盖子煮五分钟左右煮熟即可 洋葱腌了十分钟 已经腌好了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 把洋葱切成小丁 一根黄瓜拍拍 然后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放入煮熟的木耳 油炸花生米 再放入香菜 倒入刚调好的料汁 然后充分的这样给它拌匀 一盘美味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开胃油下饭做法非常的简单 大虾已经熟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太香了 美味的盐居大虾就做好了 虾肉鲜香滑嫩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上一口真的太结缠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 在基本上 也无法推动